德州議員 詹董 郭文貴 詹董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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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請部長 請講部長 田委員好 部長 我第一屆擔任立委的時候 我看過國衛院的一個報告 說我們的國人 因為吸煙造成的各種病痛 然後大概每年用掉我們的健保費用 大概300億 我看到過這樣的報告 那就是說我就去算了一下 我們市面上流通的這些煙 那除一除這個300億除下去 每一包煙的煙圈要怕被打平 大概要50塊的煙圈 所以那個時候 為什麼我去研究這個 因為我們當時剛開始的時候 煙圈一包是10塊錢 那我們覺得說事實上 那因為我的辦公室主任 他去英國留學過 他說哇 我原來英國的煙好貴 一包都台幣100多塊 那當然這個我剛剛像林洪篪委員講 就是這是以價制量 那我們當然現在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也很清楚 從邱恩達部長的時代 就想要把煙圈從20塊往上調 調了半天沒有辦法調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在沒有辦法調煙圈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談煙圈的重分配嘛 那剛剛我這個因為關心五大接控的事情 我提了幾個案也都通過了 那不過我因為剛剛聽到好幾個財政委員會的委員在談說 應該未來如果有調高的機會 應該變成是煙稅進入國庫 老實講我覺得七七以為不可 因為我是覺得說今天如果進入國庫 他可能拿去譬如說花博100多億一下跑掉 那如果說那些錢可以變成長期 讓台北脫胎換苦 那我也都甘願 問題是台北還是一樣那麼醜 那覺得非常的可惜 就是說我至少放在衛福部 我們放在煙圈裡面 我們非常清楚他百分之幾是做什麼 你的那個比例非常的清楚 百分之多少是做什麼啦 放在那個譬如說疫苗啦 罕見疾病啦 那各式各樣的包括癌症的這個研究啦 防具啦 這個提升預防醫學啦 這個臨床醫學啦 還有這個很重要就是補助醫療資源 缺乏地區 那各種的這個保險 就是我們健保 繳不起健保費的這些 這個低收入戶 都是我們國家要負擔 那我長期在衛環委員會 我需要留下一個國會紀錄 就是說事實上 我們的這個衛福部非常的重要 但是國家給衛福部的經費 事實上永遠都不夠 那如果你煙圈 未來增加了煙圈 還要變成這個大水庫進入國庫 那那個進入國庫裡面 有多少是會放在我們的 這個醫療跟那個社福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懷疑 那隨隨便便一個建設幾億 這個浪費的這個或是文子館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看到那些 像我們最近在討論花蓮193線 當然很多花蓮人對我很火大 就罵我 那我也是挨著頭皮挨罵 因為我是覺得說我看著那個地方的照片 我覺得跟著我去那個英國湖區 就是那個彼得兔那個作者 他用他的板稅買下那個湖區去信託那個地方 那個路是一樣的美 那因為現在選舉好多委員都不敢出來講話 那這個我都可以體諒 我說好那至少有人把它擋一下 然後停看聽這一些是不是值得花這麼多錢 都是好幾億十幾億把它拓寬 然後就為了讓遊覽車大啦啦的去吸心它 那事實上現在非常美 台灣非常少有的這個道路就這樣子被拓寬掉了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那種我是覺得說 這個錢投下去反而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認為說 我真的跟財政委員會的這些委員的看法 非常的不一樣 我認為未來如果我們迫不得已有必要提高燕圈的話 那個燕圈不應該變成燕水 還是應該在我們的放在針對我們的醫療跟社福的領域裡面 這個是我的意見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那天總質詢的時候 我在請教那個我們部長還有院長 就是那個黑箱河山的問題 因為我在立法院十年 三屆都在我們的那個衛環委員會 那我看到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早期跟我們很多人一樣 都擔心健保會倒 但是這麼多年下來我發現 健保是不可能倒的 因為沒有一個執政黨敢讓健保倒 我們今天燕圈在93年可以從10塊調到20塊 那時候民進黨挨了多大的罵 是因為健保快倒了 事實上國民黨那個時候是多數 他們只要反對我們也過不了 但問題是沒有反對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可以讓健保倒 那健保不會倒的情況之下 我看到一個新的危機 事實上也不是新的 是長期存在的危機 我們的救命醫療體系有可能會先倒 那這個已經多少人做專題報導 然後包括我昨天也講 劉玉智醫師 他聽命聽誰接受遠見的訪問 說他做一個外科醫師 這些醫師過勞 結果那個醫師 病人的麻藥退了 病人醒來的時候 他抬頭一看 連麻醉科醫師也睡著了 他的那個主治醫師 那個住院醫師也睡著了 然後護士也睡著了 他都過勞到幾點 他說整個手術室 結果他跟病人是醒的 還好他還醒著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要講這個黑箱河山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很多醫護人員 醫事人員 在這個健保給付 他們覺得非常不合理 包括他們說心臟按摩 比腳底按摩的給付差不多 然後包括說這個什麼 比那個什麼哈士奇的那個美容 把一隻狗抓去美容的那個給付 跟那個一台那個燒烤箱的那個 那個給付差不多 這個東西已經由來久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些醫護人員還願意留下來 守在這裡 那我現在要的 不是要去調高什麼給付的問題 我要的是說 你給付了你事後的河山 這個我也承認他有他的需要 如果有他的需要 不應該是黑箱河山 因為我去問過留學英國 而且拿到英國醫師指導的醫生 他說英國他沒有事後河山 如果我病人按照你這個醫療指引去做 不可能被河山 現在問題是 連我們的醫生按照醫療指引去做都被河山 河山是誰河山 不知道是誰推薦不知道 那這個東西就非常痛苦 那我 我 我聽了他們的投訴之後 我覺得說 哇這個很像我小時候 我面對警總 是誰在監聽我們的電話 誰在看我們的信不知道 但他就可以寫我們的報告 所以你們這一家是思想有問題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 如果連判人家死刑的法官 都必須據名在他的判決書上 為什麼我們負責河山 你這個河山一定有他醫療上的科學根據 的這些審查醫師可以不用據名呢 部長你說來 我說個道理我聽聽看 是 各位報告 這個 第一點 這個 事後的這個審查的必要性 我想委員剛才也提過 這個是有必要的 我說不一定有必要 英國就沒有 但如果說非必要不可 應該據名以示負責 那第二個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大概 河山 大概一年大概就是100億左右 大概佔我們整個健保 大概2%左右 對啊 那你這個黑箱河山的醫在哪裡 你造成醫界這麼大的憤怒 然後這個被河山到莫名其中 他說我就照我的老師 在我教科書上的醫療指引 也被河山 那我下一個病人我要怎麼治療他 那年輕的醫生手足無錯啊 不是 跟委員報告 的的確還是有一些醫師 他在這個申報的這個 或者在處理這個事情方面 還是有一些問題啦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事後的這個檢查 有些問題這個我的意思說沒有關係 你就據名 像那個美國他有河山 那個事後審查 他就據名 那表示負責 如果 雖然他抓到一定都是大條的 然後讓你這個醫生沒有話可講 那被抓到的醫生 你證據確鑿的時候 那都看得很重的 但是那不會跟你說 我按照醫療指引 老師教的教科書上寫的 也都被河山 然後你們河山 把這個強心劑跟抗生素都分不清 人家寫的是那個 就是強心劑 結果你們刪的理由 我依然說這個是抗生素 把它刪掉 這已經變成笑話 你們請的審查醫師 我問過署長 都是那一個學理 那個領域的專業 這個專業嗎 這個連實習醫師都不會犯的錯啊 所以你們到底請的是誰 大家現在是為什麼要據名 因為你們可能請了非常專業的醫師 但他可能找工讀生 或者找他的護士小姐 幫他看這些資料啊 應該是不太可能有這個事情 人家都已經 他接到河山的那個文件 他指明這個 Level Fed是抗生素 所以要刪 所以認為不需要用那麼多抗生素啊 跟委員報告 所有在審查的案件 都是在健保署的辦公室裡頭辦的 不可能有外人進來的 好 那為什麼會把強心劑跟抗生素分不清呢 這個個案我們可能要拿來看一下 那還有啊 你們把人家的那個食鹽水刪掉 結果一看那個食鹽水是做什麼 是要溶解那個粉狀的抗生素 乾粉 所以他們就說 你把我這個食鹽水刪掉 那難不成我要把乾粉直接打進病人的血管裡面嗎 個案的部分我們可能要檢視以後才跟委員報告 你們也承認有個案有差錯 那我那天請教你說 你們這些河山醫師到底刪得對刪得錯 你們沒有辦法去監督或檢視 你們說你們沒辦法 因為你們沒有那個專業 那我的意思說 那這樣唯一的辦法 就是讓這些審查醫師要具名嘛 跟委員報告我健保署本身沒有專業的人 但是所有審查醫師都有一套內部的集合 是不是他的審查比例太高 至少已經這麼清楚的 你告訴我這是誰 為什麼把強心劑 當成是抗生素 為什麼把這個人家要溶解抗生素乾粉 要打進血管裡的食鹽水把它刪掉 到底是哪個醫生 至少給我這兩個醫生的名字 是 這部分讓我們會後我們來了解 看是哪一個個案再跟委員報告 人家都已經這個白紙黑字貼在臉書貼多久了 你們一點反應都沒有 然後我說你事後河山 你如果要保留這個機制 說這個事後河山 老實講因為已經有總額給付 那你們也在推那個DRGS 那事實上很多醫生 包括前那個署長 這個林育方都說事實上不需要河山 好 你們如果說需要事後河山 那至少我昨天在質詢裡面就講 應該成立像這個專案 訂定這個專業醫療指引 像英國的NICE guideline 然後或者是說 這個由醫療相關團體組成健保審查 河山監督委員會 不然你的河山醫師沒有人在監督 我們裡頭有這個機制 什麼機制 你告訴我 剛剛我跟委員報告說 所有審查醫師對某一家 院所是不是超過某一個比例 或是某個醫師他的和解力 都是特別的高 你們那是從統計學嘛對不對 從電腦統計學 對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是說 我聽到的投訴 包括說在他們那個學科裡面的選舉 他沒有跟著某一個人去 他的那個指引去投票 他就被盯上 那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 但問題是他就表示說 他自從不配合他們的選舉投票之後 他就被這個河山很多 那這個好 就算你認為說來跟我投訴那個人的投訴 並不是真的 但是我去問過其他的醫師 我說有沒有這個現象 那個不是跟他同一個科別的 他說有 就是因為 然後這些審查醫師當然都很資深 是大佬級的 然後大概都有參與這個學科內的選舉 然後他就說 因為不知道誰是審查醫師 就會有人跑來跟他們講說 我是某個審查醫師的學生 我的老師是審查醫師 我們是不是要一起糾團來買藥 他認為說我又不喜歡你那個藥 我也不喜歡你那個藥廠 我不想跟你一起買 咦 不行喔 然後我們一起來跟 來投票支持誰 給他一個名單 他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一起統一掛 我不想 結果他就開始被 他就說從那一刻 他之前沒有 之後就大量的被河山 這個是我聽到的 我去請教別科 他們也跟我這樣講 說有 他們聽過 就算說你認為我這些講的都空穴來風 我現在已經告訴你 都已經貼在臉書上面 把強心劑跟抗生素 傻傻分不清 把止痛藥看成抗生素 傻傻分不清 然後把這個藥溶解 抗生素肝粉打在血管裡的食鹽水刪了 然後把這個藥治療 他說病人投訴他的胃腳痛冒冷汗 他最好的藥就是Bascopan 就是那個減緩精卵症狀的藥 我也去請教過醫生 他說這個也沒有什麼其他藥可以替代 把它刪掉 我是要看那個白人 剛剛看他的肚子痛 剛剛減滾 還是怎麼樣 他說你刪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結果他的理由竟然說 你用這個藥叫做 非類固醇抗發炎劑之注射劑 他說限於無法口服的病人 這個人可以口服 所以不可以用這個藥 所有的醫界花染 那個臉書上 這個是他已經給我十幾張 因為我時間有限 都講了三四張 你說你們有機制 我看起來你們的機制就是漏洞白出 所以我說就拒名 拒名有那麼困難嗎 法官判死刑都要拒名 為什麼河山一下不需要拒名呢 美國都拒名 為什麼台灣可以不拒名 跟委員報告 我昨天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有跟委員報告過 我們來研議這個拒名的事情 不過因為台灣其實醫界 其實不是很大 美國的醫界一樣 我看過美國醫界多少影集 美國的醫界也一樣 因為拒名了以後 我就擔心很多人 就不願意來擔任委員 來主席30秒 我跟主席講一件事情 我們的這個要害基金 要害基金當時疫苗注射 由小孩子過世 所以鬧得非常大 專案報告 當時我記得那時候已經國民黨執政 他還請來的陳建仁 我們前衛生署署長 然後我說你要害基金的審查委員 應該拒名公開他的名字 所有的衛生署的官員都告訴我 說這樣會找不到醫生 連陳建仁前署長都跑來跟我講說 委員不要堅持 不然這樣會找不到醫生 我說我就不相信全台灣一旦公佈 名字會找不到醫生 找不到專業人員 來負責要害基金的審查 我堅持通過了 部長我跟你講一個消息 沒有任何一個已經接受拼任的醫生 跟專業人士離開要害基金 所以你不要因為 如果說他不願意拒名 就不要擔任審查醫師嘛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負責 就那麼簡單 那如果說你想想看 部長你對台灣的不信任 那我們的法官判死刑 誰敢拒名啊 不要說判死刑 判無期徒刑 判誰有罪 法官也可以匿名審判 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我們來演議 我們來演議 一個月內 是 一個月 謝謝 你剛才沒提案 一個月